好 朋友們 再次掌聲 歡迎各位各位的光臨 謝謝你們 好 那麼我們多謝各位的光臨 Now let's put up our hands together to welcome chairman of CTCCO Mr.温柏林 who delivered the opening speech 接下來讓我們以最熱烈的掌聲有請 除了做華聯總會主席温柏林先生 為今晚的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70周年晚宴 致開幕詞 掌聲鼓勵 尊敬的黃湯總理師 尊敬的聯邦三級政府的光臨及政務 尊敬的文老大人士 尊敬的文老大人士 尊敬的各位僑領媒體朋友們 女士們 先生們大家晚上好 好 感謝大家來參加 由我們多倫多華人團體聯合總會舉辦的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 建國七十朝年國慶晚宴 我僅代表多倫多華人團體聯合總會 對各位的到來是以誠摯的問號 和中心的反線 2019年也許在世界上是一個普通的聯合 但對我們深愛的主席國合營 卻是特別的一名 七十年來我們的主席國 極品之路歷盡山山荒天似的地 終於移在世界之領 中華民族任人宰割的日子永遠上了一席 中國人民永遠站得起來了 七十年來盡管我們主席國的發展之路 崎嶇不平 秘境波折 但1979年的改革開放 為國家的強盛揭開了新編 讓十幾億人民 擴散了分衣族式的生活 奇蹟終於在中華大體上實現了 國強民族再也不失夢想 2019年 不僅是我們主席國建國七十招連 更是近青年來 我們民主最寬榮富強的時候 我們深知發展的道路不會一團分水 但是要我們緊密團結 共同對來就一定能戰勝任何困難 作為海外的華倫華僑 我們與主席國同呼吸共命運 我們將積極沦絡當地社會 促進當地經濟社會和多文化發展的同時 我們將積極發揮自身優勢 支持主席國的現代化建設 支持主席國的統一大業 支持一國兩制的偉大實踐 支持中家各領域友好合作 新中國的輝煌 極其來之不易 因此在顯示主席國 建國七十招連國慶之際 我們更應該牢記必需 珍惜眼前 團結一致以穩定發展 國家富強於眾 為我們多倫多華人團體聯合總會 願你和所有的同胞一起 為主席國的繁榮參勝 為中家友好做出應有的貢獻 再次感謝大家的到來 祝願大家今晚開心 國慶快樂 謝謝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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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